今天來回憶一下老端遊時期 來玩一款曾經是我高中時候的回憶 也是大家感動最多次的一款遊戲 叫做RO 仙境傳說 在6月6號的時候出了一款新遊戲 叫做初心之戰 RO這個精緻招牌自不用多說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七年級生的話絕對不陌生 很多人小時候的網官網婆都是在RO這邊認識的 那我第一次接觸到RO是我高中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晚了 那時候是高中的時候 等下來講古一下 我跟RO的淵源 今天來先聊一下 那最主要先來講一下RO這個品牌好了 只要你去巴哈拉或這些PTT討論版社群媒體的話 你會看到 只要RO出新遊戲的話 下面的留言量超級恐怖啊 最初的感動比你大腿還粗 真的不能再出了 很多調侃的留言真的很好玩 那RO 喔 中立社真的很恐怖 RO應該已經可以弄那個金氏世界紀錄了吧 就是一款遊戲IP 然後可以分裂出大概有七八十個遊戲吧 我記得之前PTT有人把RO從最早期的遊戲 一直到目前來說最新的 不管是免洗換皮啦 不管是什麼什麼正版授權啦 還是他們自己出的一些遊戲啦 然後包含格鬥啦 MMO啦 網頁的啦 什麼亂七八 反正全部加起來 好像有七八十個就是分支遊戲這樣子 而且重點很恐怖喔 就是一般遊戲啦 就是IP即使很大 你一直出新遊戲絕對會疲乏 或者是就是老玩家就不買單 RO這個招牌呢 就是你不管怎麼出啊 不管怎麼出啊 就是所有的玩家都會買單 從那個艾如初見啦 到那個就是之前那些就是兩三款吧 就還是很多人在玩 那RO這個精緻招牌就跟天堂一樣啦 就是台灣人真的是放不下的兩個精緻招牌 那為什麼我想要玩這個初心之戰呢 就是想說 因為第一個啦 就是他的畫面真的很符合我當初高中的時候玩 先講一下鼓好了 我第一次玩RO是在高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玩那個天堂 我國一的時候開始玩 老天堂那時候開服就玩 然後一直玩到高中 然後那時候高中有幾個同學吧 大概七八個 然後問我們要不要一起玩RO 因為那時候有女生看到RO的畫面很可愛 想說一起玩 那有女生玩遊戲呢 就會有一群男生跟著玩 然後那時候就問要不要一起玩 想說好啦 那個天堂玩的比較久了 然後想說那就玩一下RO看看好了 算說RO那種可愛版的那種畫風 我是不行 我是喜歡那種可以打打殺殺 然後可以打寶打王的遊戲 那RO那個時候的可愛版的畫風 我比較不對胃口 他只想說好啦 那就跟著玩好了 然後那時候還要除點卡 然後那時候就是手動玩了一下 發現要練功真的很累 喔那時候是 喔我有點記得 初心者啊 去外面打那個是史萊姆嗎 還是那個蟲啊 哇有夠難有夠難練功的 然後等到10等的時候 我才轉職成盜賊 然後我之後是玩刺客 然後那時候我高同學呢 突然有一天跟我講說 他搞了一個拖機外掛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小黑屋 如果你年紀跟我差不多的話 你應該知道小黑屋是什麼 就是以前外掛呢是有拖機外掛的 就是你的遊戲都不用進去 他直接外掛一個黑色視窗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那個了 然後那個 哇那個好恐怖喔 那個就是你的遊戲都不用進去喔 然後你就 你只要設定好 然後你要那個路線要怎麼弄 然後每天你就就是掛那個東西 然後就可以看到你打到什麼東西 我們那時候是打大小旅啦 打大小旅拿去賣錢 然後把那個錢拿去轉換成月卡 所以我們那時候 月卡不只免費之外 我們還可以賺錢 那時候 然後高中就開始玩遊戲賺錢 然後那時候就一直掛一直掛 然後每天就是掛那些 就大家在那邊看打到什麼寶啊幹嘛 然後只是 因為掛那小黑屋 真的很無聊 你的遊戲的一些體驗完全沒有 就是你每天都在掛那個黑屋 因為你會發現你手動練功 還不如小黑屋去掛 那久而久之你就發現RO真的很無聊 因為我就自己掛了小黑屋 然後之後我就沒有玩了 然後第二次呢 是在我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我的社友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社友就是問我說 要不要去玩RO的師傅 那因為他那時候有認識幾個師傅的朋友吧 然後他自己也有在掛天堂的師傅 然後問我要不要跟著一起玩 我說好啦 想說回味一下嘛 因為大學那時候幾乎所有什麼遊戲都玩 因為大學真的很閒 每天都在打網咖啦 打魔獸三國啦 打CS這些東西 然後好繼續打玩師傅 那時候也是玩那個刺客 也是玩暴刺 然後每天就是跟他們去打幽波啦 去打那個海盜王啊 然後去打克斯干 然後去打城戰 那個時候玩的還蠻 還蠻瘋的吧 那時候玩的大概半年多吧 那只是因為大學要忙的事情很多 然後要玩的遊戲很多 然後那時候RO因為師傅的關係 那之後就慢慢就沒有在玩 那所以這是我第三次玩RO啦 那老實說我是因為看到他的畫面 跟以前我懷舊時期那個老畫面 真的是很接近 我在想說來嘗試一下 因為之前像比如說愛如初見啦 新世界啦 那個畫面都是有改良過 或是一些那個換皮套玩過 所以那個情懷感沒有那麼重 我就沒有玩了 那這次是想說老畫面 想說來懷舊一下 那也不確定會不會玩長久啦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就跟著 就是繼續接著玩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嘗試一下吧 我們來玩一下新的這款遊戲 我看真的老畫面耶 哇好懷念喔 哇我沒想到我20年前玩的老單機遊戲 就是那個然後沒想到20年後 還是這個畫面 你知道以前玩RO 他那個視窗超級多個 我以前那個玩RO的視窗有夠多 這頭髮 好啦還是這個好比較好看 好啦那就看看 欸這個好白毛啊白毛 人類 米爾加羅大陸 啊 伺服器已滿 幹什麼鬼 哇靠RO真的是不敗耶 幹我連創腳都不能創是不是 什麼鬼 靠你這已經最新伺服器了呢 欸難道我要去十四嗎 欸十三 哇塞 哇RO你真的是 哇不得不說 我覺得 台灣最強的兩個遊戲 啊絕對不會敗的 就是RO跟天堂 怎麼出就是會有人玩 啊十三伏啊十三伏 好來 幹真的是太猛了 這個這兩個遊戲 RO跟天堂 就是台灣人最愛的兩款遊戲 哇好懷念喔 哇什麼鬼 哇對以前是打玻璃 哇 還有那個天 天夾跟惡魔夾 哇我的天啊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真的沒有想到二十年前我是玩這個遊戲 二十年後我還是玩這個遊戲 欸重點是我現在要幹嘛 哇整個二十年前的回憶涌上心頭啊 然後以前那個就是那個那個那個牧師啊 幫人家加的那個會有那個 那些BUFF真的是超超超帥的 喔這個有自動 喔這個可以自動攻擊 然後可以選附近的那個 手霧 欸不錯啊可以自動掛金啊OK啊 好啦 現在有在掛天堂嗎 要不然如果RO大家喜歡看的話就在掛RO 創平台預約 喔對 喔有扭蛋 我們等一下扭一下好了 哇RO 以前那都扭蛋啦 以前我們卡片都打的 你知道以前那卡片有多難打嗎 以前那卡片 海盜王的卡片有多貴嗎 花錢一下 這是什麼 喔自動回血回魔 喔千萬不要像那個希望一樣呢 希望之前就是 你連水閒都回不來 變異 哇靠 啊我真的那麼多人喜歡玩耶 我的天啊 真的是 真的是永遠不敗的IP 手裡 啊對黃金蟲 我想起來了以前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是 就是吃黃金蟲 然後吃以後 還有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金字塔那個埃及王 啊還有這個海盜王 這個海盜王是我大學的時候 每天跟同學去吃的 我跟他 欸兩三個人就可以吃吃下來 喔月夜貓 我記得這次那個王超難找的 然後瘋後 啊法老王法老王 然後還有這個巴風特 啊獸人酋長 這個以前打過 然後獸人英雄這一打過 然後王王打到這邊我退坑 這個就沒看過 雪星其實這個我就沒看過 哇天啊好感動喔 那個下水道那個 那個黃金蟲 黃金蟲卡 哇 天啊 哇真的有點想長久遊玩耶 天啊 而且這個人數也太多了 哇 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 這款遊戲應該會紅 不是會紅啦 就是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話 應該會很愛 連我不太玩RO的人 我都覺得還蠻那個 情懷感 不過要情懷 就是 呃目前來說的游 就是 養成方法 然後他把他 就是 套在RO的這個皮上面 然後再把他套在這個老畫面上面 哇 超綠眼蟲耶 我的天啊 我們看一下裝備好了 呃 我們的裝備 目前 這什麼玩意兒 看起來好爛喔 欸 我們有盾了 不錯 然後卡片 以前可以拆卡片 以前我們那個暴翅 要拆兩個那個 斜害礦工卡 我永遠記得這個名字 斜害礦工 因為每次都打不到 斜害礦工 然後這個是 技能 初心者之心 我記得RO是練到十等的時候 可以那個吧 可以轉職 然後 我目前記得 八等 然後 看一下喔 螢幕縮放 哦 他可以往前縮啦 啊 對嗎 要 要這麼近才有感覺 拉 拉遠就沒感覺 要近一點才有感覺 然後 還有什麼東西 同頻人數 那是拉到最高啊 然後 其他這邊就差不多了 切換角色 註銷帳號 可定 什麼 哇 天啊 以前就是 地上這些 不是垃圾 就是 他以前打到的東西 都掉地板 然後你要去撿 所以以前像 以前掉一塊那個大鋁 哦 超興奮的 以前那個大鋁可以賣超多的 哇 他們真的是 幹 我真的沒想到我二十年後 我都快三十幾 快四十歲的人 我還在玩以前 十幾二十歲玩的遊戲 我已經通過考驗了嗎 沒錯 卡特短鍵 看一下手除在出什麼 呃 手除禮包 這是什麼 閃光的德克短鍵 哎呀 是不是 我覺得 通常手除 立刻除止 哦 你只要有除就可以了 是不是 哦 好貴哦 什麼鬼 一千九百六十 靠 我還以為 是除三十塊錢 哎 一千六就不用想了 然後 技能 哎 有了 啊 我記得以前是二刀連擊吧 二刀連擊 然後還有那個毒刃 啊 還有毒刃 那 這個倒是 二刀連擊可以點嗎 啊 算了 哦 哎 這個 吹劍流派 一個是刑切 一個是連擊 不是啊 連擊吧 我記得 二刀連擊 然後 隱匿 施毒 毒刃 跟殘忍 啊 這個我去研究一下 之後再點好了 理解點法 哦 對 以前我們要點那個 AGI 呃 力量跟敏捷啊 不用想 沒錯 啊 他會是 自己幫我們點嗎 哦 應該點敏捷吧 好 搞定 然後 裝 裝 然後把二刀連擊 提升到五級 哦 把二刀連擊 提升到五級 哦 搞定 哎呀 是不是 好來 我們來加入 工會好了 啊 目前 哎 我們十三伏 只有兩個工會哦 哎 一代家人 跟天下 哎 要求戰力要兩萬 我現在多少啊 我現在是不是 我現在是不是才四千啊 哇 這個戰力值 四千 啊 四千五啊 太丟臉了 好啦 那我們繼續 這個玩好了 好啦 大概是這樣啦 到時候 再研究一下 我們刺客要怎麼玩 然後 還有一些 其他這些東西要怎麼弄 那 剩下部分的話 對 就是課金 啊 這個 這個什麼 扭蛋機 靠 27人 還可以抽哦 好啦 那我再練一下好了 我們今天只有15等而已 好啦 就這樣吧 啊 這款遊戲 如果有時間的話 應該還是會長期遊玩 因為 真的 太有回憶了 哇 怎麼那麼多人 幹 RO真的 RO真的不敗呢 OK 這種 多老畫面的一個 而且 多 莫的 那個 你說遊戲 還是好玩 跟情懷最重要 畫面好不好 不是重點 就是好玩比較重要 好啦 那我再繼續練啦 下一次我們來抽卡 這樣子 OK 那 小燈歡迎支持一下 我先囉 感受看 下次再見 再見